云计算时代 大数据业务带来了指数级的流量增长 数据大集中让80%的流量集中到了数据真心 10G服务器已经成为数据真心的主流 并且正在向40G、100G服务器演进 服务器集情计算、训练机的迁移等新业务因应 产生了海量的横向交互数据 对数据真心网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云计算网络核心继续一款大容量高品质的合音交换机产品 可能的英景1800系列交换机 正是华为为云计算数据真心精心打造的 具有超大容量的高品质合音交换机 但内设备可提高达192个100G全线所接口 引领了单框交换容量的行业标杆 自上世纪以来 CE1280系列交换机已经在互联网 政府、金融、能源、教育、广电、运营商等各行业实现了 T级别限卡的大规模上映 引领云计算网络不如T级交换新纪元 CE12800系列交换机提供CE128-16、CE128-12、CE12808和CE12804四种产品形态 具有超大容量、架构领先、绿色节能三大特质 第一、超大容量 CE12800是业界首款单框最大支持64T交换容量的高端产品 采用全新架构设计 使其具备160T平滑眼镜空间 整机最高支持192个100G、384个40G或1536个10G全线素接口 支持业界领先的高密度12×100G、24×40G全线素线卡 满足从G1、10G、40G到100G的四代服务器眼镜需求 两台CE128-16可以通过交换网背后背方式升级为CE128-32 新整机具备32个业务槽位 容量高达128TPPS 二、架构领先 CE12800是业界首款全振胶架构的高性能交换机 线卡与交换网版全振胶设计 实现背板零走线 打造无足色的信息高通路 彻底解决了传统架构下 因背板走线带来的性能瓶颈问题 三、绿色节能 CE12800系列交换机 采用严格的前后风道架构 横插板由面板进风 背面两侧后出风 竖插板由前面底部进风 后顶部出风 横竖插板的两个风道相互隔离 互不影响 独家解决了冷热混风 风道集点等问题 极大的提升了散热效率 此设计已申请专利 竞争对手无法复制 CE12800系列交换机 作为云数据中心的核心设备 秉承服务用户 标准开放的设计理念 创造性地进行大量的创新实践 实践一 VS依须多技术 CE12800通过VS技术 将一台物理交换机 虚拟成多台相互独立的逻辑交换机 实现设备资源安需共享 提供业界最高的1比16虚拟化能力 满足多业务区共享核心交换机的需求 有效提高设备利用率 保护客户投资 实践二 TRAIL大二层技术 CE12800系列交换机 支持标准化的TRAIL协议 可构建500家个设备节点的超大规模二层网络 满足虚拟机大范围迁移 独家支持32条ECMP等价路径 使网络负载分担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实践三 创新的EVN方案 华为创新地提出了EVN技术 充分利用现有的IP MPLS骨干网络 实现跨地域多数据中心资源共享 支持高达32个数据中心二层互联 充分满足跨地域服务器集群 以及虚拟机跨数据中心迁移等新兴业务的需求 实践四 业界首款可编程数据中心交换机 支持业务敏捷上线 CE2800系列交换机具有转发面和控制面全可编程的特点 转发面基于华为公司独立研发的EMP可编程芯片 在数据中心网络领域 首家实现了转发平面开放和用户定制能力 借助EMP芯片 新业务上线速度平均可提升4倍 帮助客户快速实现业务创新 控制面基于华为VIP8操作系统内嵌的OPS模块 提供丰富的OpenAPI接口 实现设备控制面的可编程 CE2800系列交换机 可以被业界主流云平台和第三方控制器深度集成 实现对网络的灵活定制和自动化管理 如果您想了解CE2800系列交换机的更多信息 进行访问华为网站或联系华为当地销售机构